昨日,台媒的一则报道再次将大S送上了热搜 报道称大S并非第一次流产 早在与汪小飞登记结婚四个月后 在海南三亚举办签问婚礼时 大S就才刚流产不久 可因为筹备多时的婚宴在即 她也只能拖着虚弱的身体减脂下来 随着世界发酵,汪小飞口碑急转直下 曾经所树立起来的形象瞬间坍塌 随后昨日晚间,大S通过工作室发生回应流产事件 借律师之口向外界详细说明事情缘由 声明中,除了承认大S与汪小飞举办婚礼前有过流产的事实外 还透露,大S在2018年4月2日的时候 于妇产科回诊,发现妇中胚胎萎缩 并于同年20日进行流产手术 4月27日,大S就飞往北京参与综艺录制 此外,大S还晒出治疗的病例单据 以及综艺的形成表 声明最后,大S还向广大网友致歉 目前大S只想尽快平息所有争议 不愿与汪小飞再有交集 只想合聚与业平衡